哈囉 大家好 我是Kiruah 哈囉 我是Bobo 前陣子我們在我們的IG上面 有問大家關於懷孕的一些問題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丟給我們 對 哇塞 收到了一堆 我覺得大家都很踴躍 因為平常對大家也會私訊問 那想說我們就直接發IG 讓大家同意在那邊留言 統整完之後一次回答給大家 其實我們大概說了超過一百多個問題 我們從中大概有挑一些出來回答給大家 因為如果重複的話我們就回答一個就好 那我們大概挑選了大概有三十幾題吧 就是我們一一的會回答給大家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直接進行我們的 第一個觀眾問的問題是 孕期最不舒服的階段是在什麼時候 後期 現在這個時候 對 真的很假的 因為我前面初期中期都還好 沒什麼感覺 第二題 懷孕都吃什麼保健食品 很多耶 從初期到中期跟後期吃的東西都不一樣 我應該有吃了五六樣東西耶 葉酸嘛 然後後來我就直接買一種綜合的 就像辛保納多那一種 對 DHA 還有鈣 暖磷子 藍藻 藍藻 還有 還有醫生菌 然後晚上還會再吃 沒有沒有沒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又歪掉了又歪掉了 就大概這些 第三題 懷孕過程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BOBO在很悶的地方突然暈倒 好像是 對這讓我覺得最可怕的問題 就是最大的問題吧 其他應該還好 有沒有特別喜歡吃什麼 懷孕之後特別喜歡吃烤地瓜 欸對 真的 有沒有孕吐 怎麼解決 我整個孕期沒有孕吐過 可是初期的時候會噁心 就是不會到吐 可是可能就是有點想要防胃這樣子 我覺得蘇萊寶還蠻貼心的 沒有讓我孕吐 有沒有出血 他會問這個問題 應該是說 你懷孕的過程中有沒有出血的狀況 還是什麼的 就初期的時候 對大家可以去看影片 這邊有連結 請問BOBO運起有什麼禁忌 喔禁忌很難講耶 禁忌這種東西 見仁見智 因為每個人的家庭的環境不一樣 沒錯 我們自己是還好 其實我本身是沒什麼禁忌 可是如果說BOBO他們家人 如果有擔心什麼事情的話 我們就是會聽話照做 我們也是不想要讓家人擔心 所以我們就會去聽話照做 如何控制體重 其實我真的沒有在控制體重 就是我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其實有胖啦 胖了大概7公斤多了 就是胖還是我還飽 應該是吧 而且就是醫生還說 那個寶寶太大了 然後我們下一次產檢的時候 他就說正常了 考慮自然產還是剖腹產 順其質 如果能自然就自然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自然產 剖腹產都很恐怖 原來妳會害怕 誰不會害怕 下一題 懷孕的時候有愛吃的甜食嗎 從懷孕之前到現在都很愛吃甜食 不管什麼甜食都愛吃 我可以減診是真的 之後有考慮生第二胎嗎 之後再說 嗯 之後再說 就是以BOBO生完第一胎的狀況 然後跟我們能不能應付的過來之後再考慮 肚子很大的時候怎麼睡覺 不是正堂就是車堂 對 翻了翻去 反正就是我只要一不舒服我就換姿勢 大家可以用月亮枕 可以抱著的 這個還蠻重要的 月亮枕還蠻舒服的 懷孕之後中了多少 這個跟剛剛那個我們剛剛有講 對 是 大概中了7公斤多 請問初期到後期做什麼自費的產檢 因為我現在後期 還沒有檢查完 對 所以我們到時候可能再拍一支影片 就是從初期到後期的所有的產檢 可以再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BOBO有一點真的蠻厲害的就是 他會把他的一些收據全部都丟著 這樣我才知道紀錄就是有檢查了什麼 包括我花了什麼東西他都會記 聽別人說懷孕腰會很痠 會很痠嗎 會 洗頭啊 欸各位我有體驗過 是真的蠻痠的 就是我在工作那一整天 對 超痠 真的很痠 這邊的影片有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知道為什麼真的這麼痠 請問一下懷孕哪些是可以做的事情 哪些是不能做的事情呢 應該說懷孕有哪些是不能做的事情吧 因為什麼事幾乎都可以做啊 反正就是你不要搬重啊 然後生餘片尖量不要吃吧 生的不要吃 對 然後不要抽菸喝酒 下一題 懷孕期間能不能做愛 可以 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因為男生沒有30公分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 他每天吃 幹嘛 吃你這個 沒事沒事沒事 好 下一題 會不會很怕生產過程 會吧 一定會啦 BOBO每天都會說好可怕 因為怕不知道到底多痛 我會盡量好好的陪在BOBO身邊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雖然說我也會怕 而且你是個超級怕血的人 對 不是我昏倒是你昏倒 當懷孕是什麼感覺 就是你懷孕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應該說一開始還不知道懷孕的時候 它跟月經要來的感覺是一樣的 而且是那種生理痛的感覺 胸部好像也會脹 就這兩個而已 其他就正常 就突然肚子變成一大顆 然後你沒有東西踢來踢去這樣 那是後面 好 那是後面 你們是意外的懷孕嗎 我們其實不算意外的懷孕 我們其實是有準備的懷孕 想說就是不要避孕 然後順其自然 就是看什麼時候有就有 影片這有連結 我們上次有拍一集 如何有的蘇來寶 BOBO有在吃益生菌嗎 益生菌都吃哪一種 有 可是我會吃益生菌 是因為便祕而吃 我吃了兩個牌子 然後他們加個健康力 都是媽媽裡換到的 就吃了之後覺得 就是排便還蠻順的 然後我就去買了 為何腿不會水腫 其實有啦 有 那個腳掌上面有水腫 對 很少 一點點 如果真的有水腫 聽說可以去喝紅豆水 好像有效 走路會不會有負擔 RT的時候會 乘車的話有人會讓座嗎 我們最近沒有做大眾交通工具 所以不曉得 對 就算有座也是都有位子啊 對 有買車位 以後出生 是用母乳的方式為蘇萊寶嗎 有母乳就用母乳 沒有母乳就用配方奶 嗯哼 下一題就是 懷孕時需補充什麼 吃的喔 他為什麼都吃啊 就是醫生有交代說 多吃牛肉 其實補充的東西有很多啦 因為我們有去上那個 媽媽教室 有上過一趟 欸我們只上一堂課耶 那後來疫情然後全部都取消了 喔好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太多了 很難講 那如果你沒有時間補充這些東西的話 就是多吃一些保鮮食品 做孕婦 心不辛苦 我覺得那種 心不辛苦很難講耶 因為畢竟他是你的小孩子 所以你可能為了你的小孩子 可能承受一些辛苦的地方吧 總之辛苦是一定會的啦 就是為了自己的小孩會覺得說 他辛苦都沒有關係 就像人家說可能什麼 甜蜜的負擔 是不是嗎 下一題 有想過做孕婦肚膜來記錄嗎 喔有 而且重點是 訂那個訂超久一個多月 之後再分享給大家 肚皮會不會緊緊繃繃的嗎 為什麼他要說緊緊繃繃的嗎 就是緊繃的意思 有時候會 中期比較容易耶 就是你可能吃很飽之後 然後你肚子會變得很緊很繃 後期我目前是還好 寶寶目前的重量 1700多 下次產品就不知道多少了 2000多 有可能 下一題 二伯也剛好 跟你們差不多的時間 生菜不能 想看你們一起拍影片 大家也知道嗎 就是懷孕 孕婦媽咪 其實都蠻辛苦的 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拿來招呼小孩子 菜喳喳 本身就是非常忙碌的一個人 他是我們youtuber的始祖 前輩啊 他們一定很忙的 我們要自己先努力起來 然後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 不然你看我們這種小小youtuber 怎麼跟200多萬的youtuber合作 我們自己要先努力一點 有一點成就 再來跟別人合作 下一題 想知道利用懷孕期間指使另外一半做東做西的 好像沒有特別去指使你什麼 像有些人會說 我突然想要半夜想要吃某個食物 然後叫老公去買 目前我都沒有發生過呢 因為你本身算很貼心吧 所以我不會要求你做什麼 怎樣 怎樣的貼心 幫忙我一些生活上的大大小小的事好 所以就是還好啦 下一題 以後數來寶長大 你們希望他幾歲交女朋友 大約幾歲結婚 還好遠喔 以後要出生 他交女朋友 看他自己的努力啊 我覺得我們 能傳授給自己的小孩子就是 正確的觀念 跟要做正確的事情 你不要再未成年 給人家亂搞 等一下被你交之類的 這個要讓他知道 這個會犯法 我們就是會教育他正確的觀念 但他幾歲要交女朋友 幾歲要結婚那是他家的事情 他家就是你家 下一題 晚上睡覺的時候 數來寶在踢的話 會不會痛到睡不著 是不會痛 可是你知道他一直在踢 你會睡不著 因為肚子會感覺一直扭來扭去 扭來扭去 他裡面游泳 比如說你在睡覺 然後突然有一個東西 就會被驚醒 就像我的手 如果放在你的肚子上 他會扭來扭去 我會覺得 喔 影響我睡覺 我手就放開了 最後一題啦 數來吧 幾月出生 當然是希望他五月多再出生 預產期是五月二十一 滿三十七週是可以生的 如果三十七週是等於提前的三週 也要五月出 他什麼時候想要出來就讓他決定 可是一定要在五月多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太早的話變早產 不然就是聽醫生的指示 聽話照做 因為我們對這個也不了解 我們最近啊 就是有看人家怎麼去照顧小孩子 還有分享一些教育小孩子的經驗 因為很多人都說 生了小孩子 你就知道怎麼顧 但是 我的個性是屬於 我會先做一點功課 我很怕那種突然遇到問題的 然後讓我很緊張 無法去解決任何事情這樣 交給你了 那如果說大家有不錯的一些經驗 也歡迎分享給我們 好啦這些就是 我們從IG裡面選的一些題目出來 如果之後有相關的一些提問的話 我們都會在IG的線上提問問大家 那大家記得追蹤我們的IG 那我們的運期QA就到這邊 那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